午夜奇谈 湖雪岩之义军突起 生智文化公司提供 胡锦鸣总策划 李若梅导播 格子尧配音 孙姬祥录音 冯云中主讲 孙姬祥录音 盛夏的夜晚 清河方的路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们 曝晒了一天的马路 不时散发出阵阵热气 大人们一声不响地忍受着这酷暑的考验 只有几个小男孩 光着屁股嬉戏着 胡雪岩穿着一身丝织长衫 摇着折扇 闪避开乘凉的人们 静止往人河里走去 来到这条狭窄的弄堂时 他睁大了眼睛 在乘凉的人群中寻找着 自暗处有人喊了一声 说着便站起身来 福文昌连忙拉着胡雪岩 来到自己的房里 福文昌歉疚地说 光着 原来我要到你柜上祝贺一番的 可是我已经失业了 我知道 今天我是来请你出山的 这不单是我们兄弟的情谊 而最重要的是 你已经具备了钱庄的工作经验 兄弟 这是真的 真的 请你帮我的忙 刚才呀 我们还发愁呢 要是再这么闲待下去 咱们两个人呢 可就要喝西北风了 是啊 光庸啊 你说 要我帮我帮你什么忙 当总管 啊 这 当总管 你 你拿我开心吧 你能当柜上的总管 就是帮了我的忙 你的工作 就是让我能拖出身来 现在店里多少人 懂得钱庄业的只有两个人 还有两个打算盘做账的先生 六个学徒 加上库房先生一共十个人 还有人和县的梁台设在我们钱庄 忙的时候可以找县里要人 学徒太多了 哎 你听我说 咱们这钱庄底子很厚 它就像一株树苗 我们可以分灾 播种 嫁接 要把眼光放得远些 不要等树苗长大 结了果 再去育苗 懂吗 嗯 啊 还有啊 你明天到富康之前呢 先到大先生七汉门家里 把他也请来 哎 好 他可是个好总管了 不 我另有安排 福大妈在一旁 将一言一语都听在耳里 想到儿子即将当上钱庄的总管了 乐得半天合不拢嘴 他突然想到 哎 对了 光听你们说话 忘了给你们气场了 你看看 大妈 您也帮我办个事 嘿 什么帮不帮的 叫我做啥 我就做啥咯 哈哈 那那那 哎 这钱票是二百两银票 交给您 请您帮我给福师兄请媳妇 哦 这可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 哎 福大妈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叫您做啥就做吗 哎 这个事 我就拜托您了 您拿着 对了 我走了啊 哎 明儿的事别忘了啊 好 忘不了 第二天 富康钱庄提早打了羊 胡雪岩把大伙召集起来 宣布了富康的总管 库管 大先生 师父 学徒等之职责范围 代科态度 讲成制度 并宣布七汉文 协助自己处理一切事物 这七汉文 以前是三元钱庄的大先生 胡雪岩打自学徒起 便与他相处 在胡雪岩的眼里 这位四十来岁的大先生 对银钱业甚是内行 并且有他独特的经营之道 为人磊落 账面清清楚楚 关系网路 纵纵横横 办事认认真真 待人和和气气 然而因为老板思想陈旧 固步自封 使得七汉文 满腹生意经 无处发挥 有志难深 再加上他不善修饰 一身打扮像个菜农 前额的头发过早脱落 连辫子都像冬天的柳条 毫无大先生的风采 所以 做了十几年的大先生 家境仍是近乎寒酸 这一次则不然了 他的薪水高居全店首位 一天 胡雪岩吃过早饭 拉着七汉文 到望湖茶楼喝茶 面对萌萌的西湖景色 和悠悠的小船 胡雪岩说 老千 你说城上这艘小船 能有几个去处 湖心亭 还有三弹音乐 我看这几处 即使是人间仙境 如果持续待上几天 也难免有自现淋雨的感觉吧 这话有礼 灵雨孤岛 恰如飞鸟入龙 再好的美食 也有被困之苦 你说我们富康 能有几个去处 这话我早就想说了 只不过我刚来做生意 就像个拳师 不仅要会拳打脚踢 而且还要眼观四路 耳听八方啊 只要稍一迟疑 就会输给对方 这我懂啊 关于富康的未来走向 我认为主要的关键是信誉 而且应该先在大商部来扎根 你知道 五口通商以来 上海可是重要的港口啊 对 这是首先的去处 我学徒就在上海 那么你先去一趟 第一是了解钱庄业的情况 第二是找地盘 最好是介于华阳之间的地段 还有啊 在去上海之前 陪我到萧山绍兴去一趟 哦 干啥 买田 七汉文还没弄明白 大学徒田志成来了 胡掌柜 有几位客人 一定要见您 哦 告诉他们 我就来 是 田志成走后 胡雪岩与七汉文 慢悠悠地下了台阶 刚才你说买田 对啊 一些大户 特别是腰缠万贯的清军将领们 都悄悄地将大笔银两存在富康 我们拿一部分买田 当朝廷的军饷入库 富康便租米抵账 这不是比替军营买米更有利吗 嗯 回去我盘算一下 再说田地永远不会叠价 只有赚不会赔 两人说着便雇了马车 一路向富康而去 不出所料 的确是三位腰缠万贯的都统和八旗副将来访 然而使胡雪岩吃惊的是 他们毫不皱眉地各自存入十万两白银 八旗副将董阿赖捋着八字胡说 小老板 这笔银子可不能落在名帐上 您放心 名帐一律两千两 胡雪岩随手将七先生早已开好的存具 交给了三位大户 董阿赖一看 文银十万两 年习五厘 存期十年 董阿赖笑了 仿佛这两年到处搜刮 抢掠的罪名已经一笔勾销 不管刑部 立部派暗查使如何调查 循私枉法者 他都可以清清白白地 站在仰帘的清官之列 于是三位药员满意地离开 傅康浅庄 第二天 七汉文陪着胡雪岩渡过前唐江 来到萧山 然而天宫不作美 连日暴雨倾盆 哗哗地把水稻打得七岛八外 此时正是水稻灌溉的 要紧时刻 农民们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血汗 将要付诸东流 只能瞪着无望的眼神 望着这片淹没在雨水里的稻田 胡雪岩眼看暴雨难停 决定不再久留 于是买了两把特大油布伞 踏着泥泥的小路 往前唐江渡口走去 正当小船缓缓靠岸之际 胡雪岩说 七先生 我想你留在此地 灾后农民急需要钱 地主也是一样 摸清情况再商量 也好 否则就空跑了一趟 小船到岸 七汉文目送胡雪岩上了船后 回头又往旅店走去 船到江心 赖老三拎着钱袋吆喝着 喂 钱啊 交钱 胡雪岩看看其他乘客 纷纷付了船钱 自己一摸衣袋 哟 糟了 钱都在管事身上 赖老三 抖动着钱袋子 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走到胡雪岩的面前 喂 杜江的先生 拿钱 下次给 真对不起 钱不在我身上 不行啊 假如每个人都这么说 我们吃啥 我真的没带啊 两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过来一个叫花子 年纪不过十五六岁 笑嘻嘻地捧过石温钱说 胡大先生 我借给您石温 你认识我 谁不认识 傅刚钱庄的大老板呢 好吧 先替我垫上 我也要力啊 给你力就是了 叫花子把石温钱 往赖老三的钱袋里一放 又转过脸来说 我的力啊 可是一天翻一翻呢 行 还是胡大先生好 喂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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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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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两人商讨了农村水涝震灾的事 网友林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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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人 上海大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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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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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商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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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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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